这是什么品种的一块鱼啊 多山少田 盛产矿石 燃料资源丰富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 博山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繁衍 于校府和两岸孕育出了重商兼容的奇文化 圆末就已经有相当规模 而流利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中诞生的 流利是被低估的离器 因其材质是玻璃 所以价格不贵 但当这质朴的材质 邂逅了巅峰的工艺 便赋予了流利 价值和灵魂 博山 资博画叫博沙 古名严神镇 它三面环山 一条校府河贯穿整个小城 这条河 古名孝水 孕育了半个鲁中人口 6500年前 大汶口文化 已经沿着孝水 渐渐繁衍 西州时期 人们开始用河边的泥土灌磨 批量制作陶制品和涂色彩虹 唐代 流利开始在火和土的交融中诞生 水里来火里去 流利浴火重生的制作特点 和佛教劫后重生的价值观相似 因此流利被称为是千年修行境界的化身 行神如流利 便是佛家修养的最高境界 元代 大量熔炉出统于校府河两岸 有学者推测 那时人们用流利制品烧水 做饭 流利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经过柴米油盐的洗礼 流利默默地挺过了一次次历练 在历史的打磨下 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明代 在仿汉代的时代浪潮中 流利迎来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他成为了民工中的奢侈品 杜斯评流利时 说道光影可爱 流利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代 流利生产达到顶峰 柏山奕然成为我国流利生产中心 岩山杂技中正式记载了柏山古法流利的制作原料 与此同时 政府派遣柏山流利工匠赴北京学习 带生了内化 鼻炎弧等多种制作技巧 柏山文化 吸收了其他艺术品的工艺和内容 以兼容并包的崭新面貌现实 千年来 朝代更替 流利曾做过万人供奉的神物 也曾做过平民百姓的厨具 流利内或大或小 或浮或沉的气泡 象征着流利的生命 鲜花 文明和宇宙 都沉入了这一个个水晶球中 这是流利生命的特殊形态 它们游走于晶莹剔透的水晶之中 漂浮于柔情似水的色带之间 这是快意洒脱 又是情意绵绵 东方人的精致含蓄 都融合到了这充满情感的流利力 愿我来世 身如流利 内外明澈 尽无辖会 柏山的流利 这几百年以来就一直有人在做 是一直没有断膜的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个炉公流利 它和东宫的原材料相似 都是由这个二氧化硅加热融化而成的 炉公流利的第一步是那个勾料 勾料讲究料要饱满要对称 然后呢是塑形 这是这个最耗时耗力的步骤 这个酱里面要一点一点的吹起这个流利 再一步一步的塑形 如果形状吹的有些偏差 就要重新入火炉调整 只要有一点点失误 这个瓶子就要重新烧了 这样经过层层的淬炼和加工 炉公流利就冷却成了一个个精灵剔透的花瓶 工匠们会在上面做画 有时候也会套料处理 中国琉璃艺术大师刘涛 是跟我们合作多年的一个伙伴 最年轻的被评为国家级的一种琉璃雕刻大师 他的琉璃雕刻工业 是跟故宫的那个套料琉璃是一样的 套料的本质 是在琉璃外在烧套一层或者几层 然后琉璃艺术家在上面进行雕刻 将多余的琉璃一层一层的剔掉 套料琉璃能让整个作品有高低层次感 同时保留了琉璃的精英剔透的特点 这些套料作品甚至能套八层料 20世纪60年代国际玻璃工作室运动 只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材料的探索和创新 2006年国际区防管局对卢神庙进行了翻修 并将其周围矿建起在地35400平米的琉璃园 到了现在直播行业发展迅速 琉璃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开始融入中国乃至世界的市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